魏司令 感激我对他救命之恩 让我官复原职了 不管他不说 恭喜你 院长 咱们俩的糊涂账 还没做完呢 你可别先死了 你也赢了 你也赢了 到个北啊 保重 保重 希望以后 咱们别在战场上再见面 希望我们俩 希望我们俩 某日 某个月 两句誓言 杜教官 他真的不在 你大早上就出去了 说是礼部学习 你有什么急事 你告诉我 我一定转告给他 那好吧 那就麻烦你帮我转告一下 我要回新二世了 想回到你的身边 让他多保重 等将来打走了鬼子 我还会回来找他的 你我单瞬间 在烟火空夜之间 初次遇见 映红了容颜 为你不灭 看烟火夜宵之间 清明 能否重见 别让泪水化作灰气 迷了眼 杜教官 不灭了 真的要走啊 我来的时候 你们就应该知道 我会走的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嘛 都干什么呢 你们应该替我高兴才对啊 我到你们这儿来 整天吃不好睡不好 每天还得替你们 这帮臭小子操心 我现在官服颜值了 你们应该替我高兴啊 杜教官 弟兄们舍不得你 敬礼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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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儿 你不要我跟妈妈了 爸爸介绍新的任务 要去南方打鬼子 等打完鬼子 爸爸就回来看你 爸爸 这回是我画的 给你 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看 小华 你现在啊 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 是南子汉了 所以 爸爸走以后 你要照顾好妈妈 爸爸 你放心 我记住了 我长大 一定要做一个像你一样的大英雄 好 莫兰 照顾好自己 不会的 我们等你回来 好 保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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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dan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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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清明 我还能想起 你第一次 穿上军装的那个样子 那个时候我在想 如果能有这么一天 有这么一刻 大高我 能够亲自为你授训的话 那该多好啊 今天 我做到了 多谢大哥才卫 这些年 要是没有大哥尊尊教堂 没有清明的今天 俗话说得好 打仗亲兄弟 上阵出自兵 你不在的这段日子 我真的感觉到了 你的重要 现在你终于回来了 我这颗心 也就落地了 清明 好好干 从今往后 就是咱们兄弟的天下 是 如果 咱们的父亲 在天有灵的话 能够看到 你我兄弟 今天的这个样子 他一定会给我们感到骄傲的 清明 你以前 可走过不少弯的 好在 你能够及时地浪迫回头 所以大哥 我希望你珍惜这次机会 不要像以前那样 执迷不悟了 大哥说的这些话 你懂吗 明白 心无旁的 好 好 一九四一年五月七日 中条山外围日军 在航空兵的支持下 由东北西三个方向 开始全面进攻 此一失败给北方抗战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使得敌后更严重 根据地陷入最艰苦的时期 陈导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杨志华 八路军 的确是一群土豹子 可就是这群土豹子 凭着一堆废铜烂铁 在日军的正规机械化部队的夹击之下 他们生存下来 而且敢战 而且能战胜 别的部队是越打越少啊 可他们呢 我刚到杨志华部 一个炮兵队不足百人 可现在是 几百号的队伍 这难道 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清明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是咱们在战场上 直接面对着日军的主力部队 伤亡惨重 他杨志华呢 就得躲在山沟里面打游击 悄然地扩大队 我看他这就是别有用心 我建议啊 应该立刻把这个情况 包困给师组八路军 咱们必须得提防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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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眼下的敌人 不是八路军 而是一支盘踞在山西 虎视眈眈 盯着我们的日军 整整几个师团的兵力啊 长期封锁的中条山 这种现象 还让他下去吗 我这次回来 我下定绝心了 一定要打一次胜仗 重振我军委 陈头 我已经想好了作战计划 你看 如果我们从左右两位 协和日军 进而包围整个 近南三角地带 一定会将日军全面渐变 报告 报告团座 师部来电 命我军做好全线撤退准备 向黄河以南撤退 撤退 报告 命令接到了吧 炮兵团撤退准备好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命令您下达 为什么不准备撤退 我不撤 不撤 清明 你这是什么态度 中条山战役我军失利 全线守军 撤退到黄河以南坚持抗战 这是上风的命令 难道你想抗命吗 师总 此战我军虽然失利 但并不是没有机会了 在我看来 只要我们坚守中条山位根据地 抗制玉北近南 屏蔽洛阳同关 既可扰乱敌后 牵制日军的兵力 退可平显聚首 积极防御 配合整个抗日战场 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 荒唐 清明 你说的这些话 不过是只唱谈兵办了 此次日军一举拿出了 七个师团 超过十万人的主力部队 来封锁中条山 那目的就是要全面击退 我们中条山所有的部队 我军在前线损失极大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现在所有的交通都被日军封锁了 我们部队已经到了 缺粮少弹的地步 有些部队已经断两三天了 再不撤退保存实力 我们可要全军覆没了 纵让我军眼下出秦艰难 那也不能将中条山攻守相让吗 中条山是什么地 那是关乎到我国家安危的要地 再说了 我刚回炮团 一炮为炮就让我下车推令 我做不到 我不做这种 缩头乌龟 即便是撤 我也要先跟日军决意死战 主亲民 你不要逞一时之快 后果你考虑过没有 我军在中条山面对日军层层封锁 现在已经到了弹尽粮权之境地 没有弹药 没有粮食 拿什么跟敌人拼 别这么说 就说粮食 没有粮食 我连扼你三天 到那个时候 连扛枪都扛不起来 还说什么跟日军决意死战 我看你是自寻死路 我再说最后一名 全县守军撤退到黄河以南坚持抗战 这是以抗战大局所考虑的 一个小小的炮兵团长 有什么权力指手划脚的 军令为令者军阀处置 好 好 那我撤 咱们的药品早就用完了 再这么下去可不是个法子啊 我早就跟女司令反应过了 鬼子现在封锁咱们的补给线 一些支援咱们的药品运不过来 女司令今天又带着部队打碉堡去了 这个月已经打了三次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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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搞的 怎么又推下来了 你这火力太猛 羊子还有战防爆 咱们冲不上去 根本就发挥不了咱们的优势啊 老马 一会儿让三团绕回去 咱们两面进攻 应该还有机会 报告 报告思议 三团二营派人来报 他们在向炮楼侧翼移动的过程中 遭到了鬼子的突然袭击 队伍损失惨重 怎么搞的 鬼子今儿是要逼死我 我还求不信这个邪了 担机炮 给我拿出来 再给我试试 你们这都是怎么开的炮 打了那么多炮 就没一个重招 老马 带你们的团再给我冲一个 四六 不能再冲了 我们团已经伤亡过半了 盯着火力太猛 这咱们是再冲啊 就真的冲不上去了 放屁 难道我打仗还有你敲吗 打不下炮楼就被鬼子困死在这里 与其困死 我不如给小鬼子拼了 报告 四 不好了 小鬼子援军马上到了 武团和三云再打援 小鬼子炮火太猛烈了 他们顶不了多少时候了 叫你带部队赶紧撤 这都是 这都是打的什么仗啊 没有一次打顺的 给我撤 撤 兄弟 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叔叔 叔叔 回来了 还顺利吧 还算顺利 今天君和我 在日本就是小学同学 又在士官学校毕业 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叔叔 叔叔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敢问 你是为了给景天君报仇 才来武汉战场的吗 报仇固然重要 我更看重咱们家族的荣誉 杨志华一炮找死了我全部的手下 让我在君界中蒙守了耻辱 我必须要铲除它 才能够挽回家族的颜面 所以 从这一刻起 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帝国的圣战 更是为了咱们家族的颜面 明白 你说啊 这 这南方就是比咱北方强多了 满眼到哪儿都是绿的 不像咱们那儿 全是石头山 你那到这儿心情都不一样 对 最好在这儿再碰个个高老庄 娶个媳妇那心情就更不一样 装谁呢 行 行 报告 团长 前面有情况 发现鬼子关卡 关卡 是 小五 带着侦察盘跟我走 是 团长 我跟小五去就行了 不用你去 行 那你们两个去 记住了啊 千万别来硬的 摸摸情况又回来了 是 侦察盘跟我走 嗯 告诉大家原地休息 好 原地休息 来 差不多一个班的病例 咱操操摸上去 应该能干掉的 等一下 咱们看看情况再说 咱们打到大白过去 直接干他们吧 咱们打到大白过去 直接干他们吧 咱们打到大白过去 咱们打到大白过去 咱们打看 咱们打到大白过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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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到汽車 你都知道 但没人 他では 你不要 你不要 你说 你不要 我女朋友 你不要 就不用 我 你 我 我 你 爹 来 放 把自己都藏起来 看看 这是啥 灌头 可不 开阳昏了 来 弟兄们 赶紧撤 不过十八个车 来 过来 过来 这儿啊 过去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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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喝 小宝 你啊 赶紧吃两口 花生就没给你我门口定了点 这儿 这儿 咱们不知道 这儿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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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咱跟团长说一声呢 省得着急啊 着什么急 吃完再瘦巴了 那 那咱这不睡不如死了吗 那 那我给他们留点 对啊 给别的兄弟留点不就行了吗 那不你回去帮上班长 好不好 我们家这儿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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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会儿傻呀 我已经给兄弟们都留好了 那不就得了 赶紧吃吧 赶紧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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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长 咱啥时候开饭呢 我 我都快饿死了 这前面的情况没摸清楚呢 如果咱们现在开股做饭的话 可能会把小鬼子给引过来 再等等他们吧 这晚间都没动静了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我觉得应该不会 没听到枪声啊 如果出事的话 肯定会有枪声 要不你带几个弟兄 上去看看 好 一班长 打个口子 小心点啊 这帮臭小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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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的门就滚完了 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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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跟我走 全头为了等着你们的恶肚子 你们倒好吃的挺欢的 给你们都留好了 快快 快来来来 你看你这还不饿 你这饿还跟我咱俩说话呀 都别吃了 我再来点 慢点慢点 别接着 都有都有 来了 来了 你啊 去告诉团长 说这里不安全 让他们赶紧过去 是 你别打了你 上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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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野军 这是昨天大吾山的详细战报 你看一看 大吾山的新次军 这已经是第三次 对我们发起进攻了 据我们的碉堡守护人员反应 这次来的人数 比前两次要少得多了 虽然打得很凶猛 但是武器装备不行 最终还是败在了我们手下 要再困住他们几个月 然后我们再驱动兵力围剿 定会将他们切点消灭 裘法院分配 赵队他那卡车来了 快快让开 等等 咱们这热到底凝不凝了 我怎么觉得咱几个往这一戳 跟小鬼子那火把子似的 一会儿啊 只要你别说话 应该没事 坏了 肚子疼 你这肚子疼得真是屎 跟你说了 刚才别吃那么快 吃那么多 现在有事也给我闭上 我估计这太久没见荤腥了 冷不定一吃油水大的 这肚子真受不了 完了 就知道能吃什么 赵弟 行啊 啥时候会鬼子启语了 你忘了 瞧瞧红教过 换一换 我回来了 怎么 咱是冒牌的 那鬼子一说话 不就弄馅了吗 赶紧撤吧 撤什么呀 这会儿撤咱容易暴露了 你别一会儿紧张 屎拉裤子你 憋住了 咱们穿的这个鬼子衣服 应该没事见解行事 你们辛苦了 能不能给我打点水来 我实在太渴了 拜托了 是 这边都小心点啊 同志们 一会儿都给我机灵点啊 见解行事 是 是 是 今天的天气真是不错啊 谢谢 谢谢 太感谢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样 团长 观看已经解决了 好极了 告诉那家伙 出发 是 集合 出发 走 我在火北多年 深植共产党部队的作战特点 他们的武器装备极其堅牢 但精神顽强 唯一的弱点 就是后勤和补给 相对八路军 这里的新死军更加困难 仅仅依靠北方的八路军 分给一部分物资来支援他们 我想 只要掐断他们的物资 就等于掐断了他们的命脉 刚存大将之前的囚龙战术 也是这个道理 很好 你能从华北到这个地方来 助我一臂之力 我很高兴 不过 我有一件事不明白 你在华北 已经官职到了吕团长了 怎么自将职务到这里来 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将军 我来就是为了一个人 什么人 此人曾经是我的学生 也是我毕生最大的境地 我二十岁 就跟着队伍上井冈山到现在 从来没打过像这样的窝囊仗 司令 这鬼子啊 这也太阴险了 明显就是想困死他 废话 不阴险能叫鬼子吗 司令 以我看 要不然咱们先撤了 撤 你说得倒轻松 咱们刚到这儿来 组织上让咱们的任务是干什么 是开辟大巫山根据地 是想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地盘 连成一片 我刚到这儿 屁股还没坐着就撤 你要再说撤 我先撤了你 走 进来 请问您就是吕司令吧 怎么 我就是啊 你是谁 报告 八路军原独立旅新七团团长杨志华前来报到 杨志华 你就是杨志华 是啊 我终于把你给判来了 怎么不得有救了 我终于把你给判来了 判哪里啊 慢点啊 看看人家扛的 不是三八大盖就是中账 你再看咱们都是老炮头 唐线都磨平了 真信 小心点 别羡慕了 反正这支队伍已经归入咱们支队了 走 去看看 走 看看去 哥 你这扛的是啥家伙 野鸡脖子 咋了 野鸡脖子 没见过啊 没见过啊 这也是见过 在鬼子那儿见过 我们全支队也不过十顶歪八子 赵地 我以为咱八路军最穷 怎么样了他们比他还穷 我们新四军主力部队的装备还可以 只不过我们是新组织起来的部队 我们之前打游击的时候 还是吐枪呢 没事 都会有 开会了 同志 我们开会去了 走啊 赵地 你说咱到的这是啥地方 我认为凭咱团的实力 就咱团长到哪儿不得是一等一的主力部队 你再看看他们 哪个有点主力部队的影子 算了 咱不是军人吗 就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 再说了 就是因为他们底的薄 装备差 所以才能让咱们吃点了 咱要来的话 咱不就成主力了 天上丽 你啥时候成正伟了 满口的大道理 我什么满口大道理 朱里天我还理得批评你呢 刚才那两个同志在 行行行行 你们俩干吗呢 这这都影响了 哪有时间到处 快快 干活 干活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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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情况 不说你也清楚 都说你们八路军 在第二战区 过的日子是够苦的 但和我们一比 你们算是好的了 我们这 整个以穷乡壁壤 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也没有大城镇 幸好 离你们八路军驻地不远 我们还到这儿呢 组织上协调过 你们八路军 时不时接济我们武器弹药 我们这样才能活下来 现在小鬼子 在这唯一的补给线上 给我立了个碉堡 这不切断我的补给线 也困死我吗 那为什么我把小鬼子的碉堡 给端了呢 你以为我不想啊 不瞒您说 我前前后后打了三次 每一次都折了我不少兄弟 什么也不说了 关键是我的手里的家伙事 比不上小鬼子 差远了 这样吧 把小鬼子的碉堡交给我们团 我带人去打 你 也算我出来乍到 给吕司令的一个见面礼 那好啊 我早听说你们团是独立旅单 算是主力团了吧 那武器装备 肯定比我们这只多不少啊 这个是 关系到我们整个支队的安全 和大武山根据地的安危 我代表全体战士 向你们表示感谢 您千万别这样 打小鬼子 不是咱们自己的本分吗 说得好 小子有你这句话我爱听 我旅大胡子 把全部神家性命 可都押在你身上了 你说 要枪要炮 我支援你 放心吧 我保证完成任务 小龙 这鬼子的碉堡修得又大又坚固 这要是没有炮根本打不下来 早知道把咱那脚要炮带来了 就罩着他们这么一通轰 不信扎不死这帮狗娘养的 旅长其实抠着呢 就咱们带来那三门排气炮 那是团长好说代说要来的 看来啊 鬼子这样的安保分布还不少呢 要不然这样 我带我明哥弟兄 跟他们干一场 又是为了一个侦查火力 咱们跟他们动真格的 有伤亡太不值得了 那小龙子又不傻 咱不拿出真刀真枪跟他们干呀 他们也不会暴露火力呀 小龙 我倒有个主意 咱俩回去跟团长商量一下 晚上再来 走 你走 来 你看 我们这部队啊 这家底都在这儿了 你看看是吧 你就拿 就这两个东西 不是 你们是周游队吗 那咋不是呢 那你们这连我们县大队中备都不如啊 连个炮轮子都没有 连个炮轮子都没有 我 пот geht 信玖 不信玖 快 pada 大队尝东啊 你把炮车江洞进来了 了 头子 都用回来 冷 万一鬼子要是留一手怎么办呀 咱们又没冲锋 田朝廷 你们赢这四号员不是来了吗 让他吹 整铺点洞点 行啊 小伙 四号员 这冲锋号越想越好 是 西四军冲锋了 出去 看 又有一个 快快快 记下来 去 去 去 还有点 还有 好 小伙 别说你这招可真累了 差不多了 行 赶紧回去跟团长回报 同学们 撤 好 报告 进来 团长 团长 坐坐坐 情况怎么样 都摸清楚了 连鬼子的泡防线都拉出来了 这是他们的安保分布图 大大小小 应目稀数 这么多 再加上鬼子的碉堡 够咱们喝一壶的 团长 要是没有中泡 咱们硬拼的话 就把咱们全都拼光也拿不下来 是啊 这可怎么办呢 朱乐天不是去后勤处了吗 他那找着什么能硬的东西没有 等谈消息吧 等谈消息吧 吕司令啊 真的不是我说啊 不管怎么说 咱们也是新军的主力 也是一个支队的兵力 小一千的人马 就这么点加底啊 我不早跟你说了吗 我们条件困难 不比你们八路军 那九二十步兵炮总有吧 我跟你讲啊 这可是打鬼子 您可别藏着掖掌 我说我的八路军大团长哪 你还说九二八二 我箭都没见过 你看我长得像步兵炮吗 可是您知道吗 要端下小鬼子的炮楼 必须得用炮啊 我手里只有两门迫击炮 你要用的话 我都给你 迫击炮不成 迫击炮的炮弹 发射出去的时候啊 是成炮物状的 这种炮呢 打鬼子的人群里还可以 搞攻坚根本就用不上 攻坚端炮楼 必须得有那种平舍 不知道爱了有多久 只知道刚明白爱 爱就散了 不知道走了有多久 只知道刚踏上路 不别就开始了 当虚目拉开的